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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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各位大的菩萨 阿弥陀佛 感恩来参与这场 殊胜庄严的华盐法会 我们这个 这么多年了 都以华盐为我们的 就是叫做年终奖金 华盐呢 就让感恩我们所有一切 林九三的这些 父法大德们 用这华盐法会 这种功德来回向 我们所有的功德主 父法大众 也就是说呢 我们法会 跟大家呢 总是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没有连结 出家是出家你们是你们 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 共同体的感觉 所以法会 不管什么法会 都是一个连结 连结 大家能够 不会中断大家的学习 佛法中断了以后呢 就是要再学习的就困难 因为大家跟苏的学习 三十几年来都是 它是有秩序的 你们一旦脱线 你们一旦脱线 就是跟佛脱线 虽然可能可以 别地方学习 但是别地方的学习的 连结点 有一些距离的 华言法会 我想 这个的内容 就是佛成道的一个 整个的 一个流程 让大家能够熟悉 佛陀的这份 成果论 那么什么叫成果论呢 就是 我们分为 四个期间 阿罕 波瑞 法华 华言 这是他的一生的流程 第一个是 当然是 因 要对 果才不会余选 所以我们的因就是 佛陀由华言正果的量 来开始 由正果的这份积 来展开他的法教 然后带到华言的果 这果呢 就是说把它整个的成果 让大家能够学习跟了解 也能够像佛陀像能够正的 大家在这个华言里面 我是觉得最享受的在读华言经 听华言经 然后我们能够起信 然后开始努力的精进 达到我们的内在的安定 华言经是佛在菩提树下 在那个金刚宝座 圆满正物 无上正觉 在自内政的一个圣经里面呢 开演了这种七处九会 就是天上人间一共 有七个地方开讲 从世主妙言品第一起 都是在显示佛陀的智慧与果德 以及佛陀的境界呢 是无尽的庄严 那份的富贵与圆满 不是人间可以想象的一个广大世界 不读法华 不知道佛的智慧 不读华言 不知道佛陀的富贵 这两个也是 让大家好去参与看看 什么叫做富贵 什么叫做智慧 华言的富贵来自于哪里呢 来自于法华的愿力实践 而法华的愿力以什么为基础呢 以般若空性安住为基础 般若的空性安住如何羞耻 从阿罕的出力性开始 所以四季教育的智慧修学 就是一条圆满城府之道 阿罕和波瑞呢是升起智地 而法华到华言呢是圆满智地 四季教育就是华言城府之道的整体呈现 那么我们的这个阿罕波瑞 升起智地 发心出离心柱与法 从卑制入菩萨道 我们要从阿罕开始 用三规五界基础打好 并且发起出离心 出离一切的苦的执着 再进入波瑞 深入理解万法本空 观一切有和无 它的本质呢都是空性 见到本来面目呢 有了空性的智慧 发起慈悲 就不是形式上 而是自心慢慢体验 印证 流出来的一种慈悲 也才能坚定稳固 从这里进到大乘的菩萨道的一个实践 所以阿罕的无我和般若的空性 是成佛之道重要的基本功 基本的功扎实好了 让心安住在法上 保持菩萨道的正念 华言的实性 实柱 实行 实惠香 这个地方叫升起次第的一个实践 才能完整的建立这个实践的一个踏板 法华 华言是圆满次第 身根佛的种子 巩固菩萨道 圆满无上的菩提 有了阿罕和般若的基础 我们才能进入法华和华言大怨大行 生生世世 怨成佛度众生 成就生命富贵的丰收 法华经说 不闻法华经 去佛至甚远 法华的智慧与慈悲是成佛的因 而华言是佛果的呈现 因与果不断的互相观见 互相循环 从菩萨实地的实践 地地真胜圆满 所以实地就是从法华到华言的圆满次第 就是我们懂道理的 但是不能观说不略 每一地都有修行的法门 而对应的成果 要步步实际地去做 去磨练 每一地才能成熟 纯熟才能 长出无尽的善法 生起智地就妈妈妈妈妈基础大好 圆满次第就是 可以施展它的这种愿行 愿力 生起智地 生起智地是让我们要聚足的 圆满次第是本来就要做的 这样开采算术的 生起智地本来要这样做 学佛你没有 离不开这个东西 生起智地就是阿寒 不略不略 圆满次第叫做 法华 法焉 这个生起就是慢慢养成 圆满就是你从养成以后 慢慢去圆满 两个层次 我们有炖高汤 要慢慢熬 熬到之后 那高汤才会有味道 学佛基础 那个就是阿寒跟波瑞 就这样慢慢熬的 熬到很熟练 很强强棍 那才到法华 愿成佛度众生 这个院里下去 这个阴就聚出来 然后到法院的就是长 就是长出来 阴跟果同时长出来 人家已经早都做了这个阴了 现在它还长出来 长出来又再生起阴了 又再成为果了 不断地长 不断地成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是 法华是一个报名 到法院是一个 到学校去了 说不要关锁不练 每天要修行法门 和对应的成果 要一步步地拾去去做 去磨练 现在斗到一些折磨 斗到一些困难 马上刹车 这个 我们要斗到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这些东西 我们的功夫才会成熟 才会 有忍的功夫 忍的功夫才会有巩固的力量 学佛不是 那个 你们 跟师父搞那么久 就是 已经下了功夫了 下了功夫 可是不要这样子 要真的 真的 要去实践 从阿航到般若开始 我们要培养 杯至酸月 之后呢 从六度实践 震入实地 这个升起次第呢 圆满 跟这个圆满次第的过程 就是实行实柱 实行实回降 实地 这是佛陀珍贵的法教 也是实际 帮助大家 建立成佛的导航系统 大家 一定要用心 体会 学习 实践 种下 未来的 成佛的种子 大家今天 这么殊胜的因缘 来参加 华言法会 我们要收摄身心 提起正念 我们认真地享受 华言经的 这份的念诵 体会